7月14日,由港媒爆料有千亿女友之称的郭家文 与李嘉诚之子李泽坦交往五年 近日却传出了两人五年情疑似结束的消息 引发网友关注 据悉,两人分手的原因或许在于 李泽坦今年忽然宣布进军演艺圈 并第一个签下由杨子琼介绍的 25岁马来西亚女神林轩瑜 作为旗下艺人 值得一提的是 前女友梁洛诗也同样是 经由杨子琼介绍才得以与李泽坦相识 李泽坦对林轩瑜的特殊照顾 招来了不少外界的猜测 各有媒体声称 今年已近30岁的郭家文即将失宠 而年轻貌美的林轩瑜就是李泽坦的新欢 当有媒体去找李泽坦证实 与郭家文的感情状况时 对方只是回答 工作繁忙 自然是不再回应 既不肯定也不否认 模浪两可的态度 似乎进一步证实了两人岌岌可危的关系 而且郭家文自从跟李泽坦在一起之后 就立刻退出了娱乐圈 这五年来私底下的生活也算是身居减除 但是近期 郭家文居然高调和异性朋友单独聚会 同时郭家文中操股店 在社交平台发宣传产品作KOL 看来是打算重新进军于乐圈 如果说郭家文付出工作 是因为闷在豪宅里闲得慌 想找点事情做 但他近日发的一些文字 也不像是一个积极的状态 倒一似带着蛮热的语气 郭家文跟李泽坦在一起快五年了 从前途一片光明的港姐变成金丝雀 除了过了五年的富贵生活 他只是得到了一间建议的豪宅 而对于现在54岁的李泽坦来说 他有自己的事业 乐友和梁洛师生了三个儿子 郭家文想要加入一家可能性不大 郭家文的处境确实变得有点尴尬了